2016年6月8日下午2点50分左右 速语区文昌高中考点 一位女考生小J站在考点门口不停哭泣 她比规定入场时间晚了5分钟 工作人员拒绝她进入考场 附近执勤交警L警官注意到 2点20分左右 小J已经骑着电动车来到了考点门口 该考生来到考点门口后 反复数次检查 衣服口袋背包 最终小J发现忘带准考证 他立刻向执勤交警借手机拨打电话 但电话并没有打通 2点33分 当L警官准备到所里联系车辆 帮其回家去准考证时 小J已经转而起电动车回家 开考20分钟后 女孩通过滴滴打车再次回到考点门口 但已经比规定入场时间晚了5分钟 看到以上报道 2017年6月8日 南京考生小弟决定出发前仔细检查 带好准考证等各类物品 他家住在江宁 提前1小时10分钟出发前往考场 他先从翠平山地铁站上车 对于这次高考英语考试 他觉得自己准备比较充分 在地铁上发呆放空自己 以最佳精神状态面对考试 在张府园站 附近市民L先生 注意到他要去参加高考 提醒他注意时间 这时他发现时间可能已经赶不上 他立即从张府园站下车 打车到男师腹中考点 但10分钟后 他依然没有打到车 等待中 好心司机Q女士顺道将他送到查哈尔路 就在他犹豫骑车到考场时 执行交警J警官发现了他 将他送至考点 此时距离规定的进场时间 已经超过20分钟 看到以上报道 2018年6月7日 深圳考生小在决定出发前仔细检查 带好准考证等各类物品 估算距离 预留充分抵达考场的时间 他提前一个小时抵达了考场福田中学 但是很快他发现 自己的考场实际上是福田外国语高级中学 他立即从福田中学打车前往自己的考场 但是堵在了高架桥上 最终小Z抵达考场时已开考10余分钟 他未被允许进入考场 坐在考场前 崩溃大哭 看到以上报道 2019年6月7日 黑龙将考生小F 决定出发前仔细检查 带好准考证等各类物品 他家离考场很近 步行就能抵达 不会出现类似小D和小Z的情况 考试当天 他吃完早饭 从家里出发很快抵达了考场 他观察确认了这是自己的考场 但是考场门口没有其他学生 小F觉得自己来早了 在门口一直等 等了40分钟后 他意识到学生们已经进去了 9点40分 10到15分钟就不能进入考场 在得到确切的消息后 小F落寞地离开了考场 看到以上报道 2020年7月5日 谨慎的江苏考生小P 总结了所有问题 考前一天小P确保考试所有物品都已经装好 准备充分 提前规划了从家到考场的路线 预留时间 提前一天抵达考场踩点 确认考场位置无误 顺便留意了考场周围的所有通知 熟悉考场环境 考试当日8点 小P按照自己的计划准确无误的 提前一个小时站在考场门口 小P回想起新闻里2013年高考 曾有一起爱心送考车在考场前撞到学生的事故 这个风险也不可能发生了 长输了一口气 这时 他意识到自己的肚子有些痛 评估了一下 赶紧上厕所 不然考试期间上厕所会耽误宝贵的时间 在抵达卫生间后 他庆幸地发现没有排队 他有充裕的时间排便 排便很顺利 他没有便秘 他站起身冲水 从兜里掏出准备好的小包纸巾 这时 他的准考证 掉进了卫生间便吃的洞口 现实的状况十分复杂 考生们务必要注意安全 只要进了考场 你就已经赢了 2020年7月5日 江苏某考点 一名考生打扮的年轻人 与监考员发生争执 当附近流动监考员赶到时 正好看到以下一幕 我这种情况肯定是可以补办的 您看一下考生信息表 对一下身份证就知道了呀 身份证我们看过了 不是能不能补办的问题 问题是 你的准考证上面 是2015年啊 我这种情况肯定是可以补办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